虽然白宫新闻秘书卡林尚皮耶 本周在推特上重申 拜登总统2024年的计划没有改变 他将竞选连任 但这并没有平息民众对他是否再次参选的质疑 此外 就连曾经辅佐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两次总统竞选的首席策略师都坦诚 拜登的年龄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加上总统拜登正面临低支持率和经济压力 导致多数民主党人对千金感到越来越警惕 重要民主党员之一的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也拒绝透露他们是否会支持拜登参加2024年选举 即便如此 美国总统拜登仍透露 只要健康状况保持良好 便打算在两年后与副总统贺锦丽一起竞选连任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